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一般国内生产的月饼价格低廉 不过口感上不输给进口的月饼 月饼或被称为中秋饼 是全球华人的中秋节食品 一开始传统月饼被作为中秋节季月的用品 但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中秋节食品和礼品 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月饼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 包括来自雅加达 年兰 加里曼丹等地区的月饼工厂 而有少部分是从国外进口的传统月饼 住在雅加达的郭艺江 他的父亲从小就开始经营这家月饼店 到目前已经有65年的经验 50岁的他每天都会来到店里帮忙 都售这些传统月饼 在一天之内 郭艺江可以售出50个到500个月饼 这些月饼的价格按现料而不同 从2万吨到4万1000吨 而有些价格比较高的月饼 大约从12万5000吨到39万吨 小小的月饼不仅仅在于美味可口 更重要的是它的传统文化组成部分 在全家欢聚的中秋之夜 大家真心诚意的祝福 将一家人紧紧围绕 带来吉祥 幸福 如意